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笑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雷薩角色故事的第三個 被捨棄的王牌 前情提要一下 前面兩個故事就在講述雷薩被迫 幫太陽王國跟沙漠王國打仗 然後之後被沙漠王國抓住的流程吧 第一話是介紹他們要去聖血競技場裡面打架了 然後雷薩其實算是一個橫角色 好,我們來看第三話 被捨棄的王牌 好,用的一樣是這個雷薩,開始吧 被捨棄的王牌 所以還會提到太陽王國那邊的劇情嗎 被捨棄 喔,已經到牢裡了,看他們被抓起來了 好,我以為雷薩...雷薩之後穿的衣服好像也是這個樣子 別心急,又不是死第一個了 不過,只剩兩個人活著了,真不耐打 要不是你們耍骯髒的手段 彼此彼此,你們也殺了不少我的士兵 死掉的已經救不回來了 死掉的已經救不回來了 帶著兩個四死四活 四死四活 呵呵呵,就看你的了,小隊長 死拔蟲,我絕對不會說的 趕緊殺了我,別打他們,打我 像這種要求,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 呵呵呵,繼續 死 無夜,無二 繼續打 他...喔 所以他...果然還是對自己的同袍有感情的嘛 不是說... 住手,我說 我說就是了 啊,給我住手 可惡 快說 你們的...你們軍隊接下來的戰...戰測方式是什麼 我可是很沒有耐心的 戰測方式 呵呵 作戰測流 今天咬字超不清楚的 呵呵呵 他們都配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哼 請問你們的好隊長吧 他透露給我的...我們的軍情是陷阱 我派取的軍隊全軍覆沒 他人也逃了 是讓他這次做的啊 你...說什麼 我不相信 隊長不會把我們丟在這裡不管 事實上他就是做的啊 哈哈哈哈 你們還指望你們的小隊長 我都聽不下去了 告訴你們事實吧 他從一開始都計劃好了 他從一開始都計劃好了 難道... 哈... 沒錯 被我們抓到也是 被我們拷問也是 全是太陽王國設好的圈套 好讓我們相信 你們這群民兵被當作用完吉丟的耳拉 尋常百姓拿起武器就是軍人啊 欸...雷薩... 不用裝...我是真的不行了...但你...應該還剩下一點力氣吧... 欸...雷薩...不用裝...我是真的不行了...但你...應該還剩下一點力氣吧... 我好怕...我不想上場... 欸... 上場是我們唯一能活著的機會... 與其這樣夠活著...不如...我想跟你做個交易... 我偷了份毒藥...分量只夠讓一個人致死... 現在我連拿出來的力氣都不剩了... 我可以把它讓給你...如何... 你發什麼風... 你剩下的力氣...殺了我...我身上的毒藥就歸你了... 兩個人一起解脫...很公平吧... 確定嗎...快動手...讓我早點解脫吧... 對不起啊...雷薩... 你跟我不一樣... 我對你很有信心的... 畢竟...你是我們... 的王牌嘛... 他把雷死了... 哇... 好沉重喔... 哇...很久沒有看到這麼沉重的角色故事了... 前面幾話都還滿活潑的... 真是毒藥... 沒有毒藥啦...騙你的啦... 毒藥...到底在哪裡... 哦... 他想起這句話,對你很有信心... 他的意思是說,你一定可以在競技場裡面活下來的,所以不要尋死...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道鐵有什麼用... 那我呢... 我該怎麼辦... 可惡... 要上場啦... 你們在幹什麼... 黃牌嘛... 叫得可真好聽... 可是...搞錯人了... 你...你想怎麼樣... 我想要... 你殺了我啊... 居然不是說我想要殺了你,是我想要你殺了我... 看一下喔... 應該可以抽一個四魂... 看一下... 這樣多少... 他1418... 不用三個二魂就可以了... 應該不會有第二場戰鬥吧... 如果有第二場戰鬥,我就沒有金色魂心可以用了... 我的國家不要我... 連我的同胞都背叛我... 明明活著,比死了還慘... 可是... 這隻是求生笨人啊... 就算在地上爬,也要活下去... 好,看來... 哇,看來就是... 這時候他... 他從這時候逃跑,並且殺了一狗票的追擊隊吧... 所以他... 他之後到底是怎麼被抓到的啊... 還要等著吧,我的還是聖樓...還是聖樓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啼哭... 第四個故事... 這是沙漠王國的街道吧... 追捕士兵... 眼淚,你死定吧... 一言不合就開打... 一開始就是戰鬥... 我看一下... 怎麼有一種這又是劇情殺的感覺... 等一下... 等一下... 1000... 欸,搞不好打得贏喔... 多少... 400... 喔,指定角色了... 啊,我應該先指定好才對... 我沒有注意到,我以為是攻擊敵方前排... 多少... 172... 現在是三層強化嘛對不對... 所以... 先打這個... 多少... 412... 421... 可以... 這個... 17... 可以...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可以了... 幹掉一口票追兵... 不只倒地了嗎... 體力不足了... 又來一口票追兵... 一定要抓到... 他殺了我們這麼多同伴... 我要他血債血魂... 欸,他也逃到這裡來嗎... 不是吧... 蛇神給予的憐憫... 事不寬己的人說的真是輕鬆啊... 要是蛇神忘了... 你們誰要負責... 我來幫忙... 殺了我... 否則我會殺光你們... 不是你叫... 算了... 我不知道啦... 屈屈一個保姆居然可以挨蕾薩兩拳耶... 我沒有優勢... 這樣敵人也有... 好,結束... 應該沒有打死他們吧... 他們還在... 呼吸... 天啊... 暴力畫面... 去死吧! 死了比較好... 你們活著也只是受苦而已... 不要出生... 不要長大... 長大了... 就會被迫上戰場... 很可怕... 很痛... 很多人會利用你... 背叛你耶... 你會很生氣... 很委屈... 很想逃跑... 哇塞... 全部都... 還有一顆... 然後... 如果你們還沒死... 就會成為王派... 只要是敵人... 就算是未出世的孩子... 也要... 欸? 有一個孩子... 出世了嗎? 就在他要攻擊之前... 好可愛喔... 很不符合這個場合的畫面... 這該不會就是那個女王吧,對不對? 是嗎? 下去... 抓住我手也沒用... 你今天一定要死在這啊! 是那個女部的你耶,所以... 這果然是女王嗎? 媽的! 收手! 啊,好可憐喔... 剛剛...那個斷掉的生命... 什麼東西斷掉啊... 是期待嗎? 不准趴回來! 好兇喔... 不要哭啦! 這樣比較好! 啊,他把他的手指折斷了... 手指都被折斷了... 不痛嗎? 明明活著,比死了還慘... 為什麼還要? 啊... 很好! 還要... 啊! 還要... 還要... 想活下去了, 明明會很悲慘吧, 明明連國家與同胞都拋棄了 為什麼? 哇,這個故事好沉重啊 救出來那個應該是女王吧,是不是 不是救出來的啊,剩下的那個,沒殺掉的那個 到底是... 好,我們來抽一下看這個沙利狗票的人到底會不會進到我們手中嗎 不要又是西歐喔,拜託啊 又是西歐的話,我真是... 真是的 已經被西歐守門兩次來三次了吧 哈哈哈 跳過跳過跳過 你可以你可以 西歐你可以啊,你這傢伙 好,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